民众离开医院前先走进疫菌舱 让222nm波长的紫外线灯照射 研究也证实 疫菌舱内的紫外线对人体不会产生伤害 它不会穿透我们的表皮层 然后对眼睛的脚膜 它也不会穿透 在表面就吸收掉 这台机器由业界大厂共同捐赠 台北茨基医院除了提供民众使用外 也会进行意见回馈 有这个疫菌舱 当大德离开医院的时候 干干净净对整个大环境是比较重要 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医院里面 做相关的研究 产业界与医界携手合作 共同为疾病防治尽心力 大爱新闻台北报导